没见到立委高扎瑜的前男友林秉书 因为时报案收押看守所 和涉嫌贪污罪的公路总局养路士林志顺成为室友 不过期间却传出了两个人闹不合 林秉书不满对方睡觉打呼太大声 双方多次发生了争吵 而林秉书甚至每天是跑到了床边来掀棉被 让对方冬天睡不好 疑似受不了骚扰 让原本不认罪的林志顺翻供 向建方坦诚犯行 民进党立委高扎瑜前男友林秉书 卷入施暴案收押看守所 现在竟然传出室友为了摆脱他 干脆翻供乖乖认罪 据了解林秉书关进看守所后 不满室友睡觉打憨太大声 曾在凌晨4点掀开对方被子 直接把人叫醒 两人为此爆发口角送进违规防处分 而这名室友就是涉嫌贪污的 前公路总局养路士林志顺 收押经典的日子已经不好过 林秉书住进来让他变得更惨 挑战原因就是林秉书每天半夜 跑到他床边狂掀棉被 寒冷冬天睡不好受不了骚扰 林志顺气到决定翻供 向检方坦诚犯行 争取获得交保机会 能摆脱林秉书 负负负责入证审核业务 竟透过他人向厂商表示可代办入证申请案件 林秉书被告涉嫌贪污资罪条例 监督失误土地罪提起公诉 林志顺被指控利用核发征兆机会 向厂商收费高达125万 新北地院因贪污资罪条例 判处两年十个月徒刑 尺夺公权一年 受不了室友鲜免被骚扰 居然成为翻供原因 确实也让检方始料未及 记者陈一璇于林宇 新北上报道